欢迎收看亚洲财经新闻 2010年6月30日澳洲股市 昨晚华尔街股市暴跌 拖累澳洲股市金城急剧下挫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在6月份下跌 引起投资者对美国经济的稳定性 和失业数字的担忧 同时美国商业研究机构 Conference Board的中国经济活动指标下调 更加重了股市的压力 澳洲股市开市不久 标准普尔ASX200指数和综合指数 皆暴跌2.1% 昨日受亚洲市场普遍走低的影响 澳洲股市连续第六天下跌 中国股市在中国农业银行的户市 首次公开募股 发行价格低于预期后 出现大量的抛售 下跌于4% 周三的经济新闻方面 房屋业协会将发布新屋销售报告 澳储航将发布私营部门信贷数据 下面来关注企业方面的新闻 Atlantic计划通过向国际战略投资股东 以及澳洲和国际机构股东 发行股票筹资5500万澳元 以为Vinci Mura凡项目提供资金 Atlantic将把所筹得的资金 用于向Midvest Venadium公司提供贷款 该公司持有Vinci Mura项目的100%股份 Atlantic表示 筹资将使该项目的建设和启动得以实现 Atlantic和Mineral Resources组成的企业联合 正在致力完成收购Midvest Venadium的 90%有效股权的交易 利拓已经确认将行使任股权证 购买艾芬豪矿业公司的股份 把利拓持有艾芬豪矿业股份 从7.3%提高到29.6% 该任股权证使利拓有权 以每股8.54美元的认购价格 收购4600万股 总金额达到大约3.93亿美元 利拓和艾芬豪矿业 是蒙古澳游陶乐盖 同金矿项目开发的合作伙伴 利拓表示 任股权证的行权 初步保证了艾芬豪矿业有足够资金 让现在澳游陶乐盖项目的开发 跟上预定的进度 通过董事会的评估 Boom Logistics认为Archer Capital提出的 以每股0.52澳元的指示性价格 收购该公司的要约 低估了该公司的价值 Boom收到Archer提出一条 条件严格的不完整保密提议 提出通过协议安排来收购Boom Boom表示 Archer有意在全球金融危机后 工业服务行业的一次下滑末期 提出此提议 可是Boom上季度已经看到 业务状况正在明显改善 并且从目前强劲的工业增长前景来看 预计增长还会持续到2011财年以后 以上新闻由ABN Newsbar 莫尼卡洋为您播报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